李敏昊主演的《江南1970》1月上映后 票房反应不俗 首度挑大梁之作能有这样的成绩 更加奠定他在韩国和整个华人娱乐圈的男生地位 然而中国粉丝们众所期盼李敏昊将出演中国电影《公席》的提案 现已确定告吹 李敏昊所属经纪公司于2月2日上午向媒体表示 由于行程过度繁忙 因此李敏昊不得已将放弃 这个一位中国粉丝的大好机会 过去南韩媒体曾指出 传奇集团与1月31日举行发布会时曾公布 2015年将投资三部电影 其中就包含当时外传李敏昊可能出演的空袭 据相关负责人表示 空袭投资达1亿美元 根据二战时的真人真事改编 讲述中国军民解救美国飞行官的故事 除了李敏昊外 范冰冰和好莱坞巨星布莱德皮特都有望参与 消息一出让粉丝大为雀跃 可惜因李敏昊太过繁忙的行程 而不得已取消 YES娱乐新闻中心韩国报导